游离基是一种不稳定的分子 会从其他分子中偷取电子 或把自己的电子释放出去 这使得它非常活药 还会破坏重要的蛋白质和细胞结构 包括您的DNA 游离基损伤也称为氧化压力 游离基是人体在分子作用中的正常分子 并且它们为尿平衡地存在 对正常的细胞反应和健全的免疫功能是有益的 但紧张忙碌的生活 缺乏营养的饮食和环境中的毒素 会提升游离基的活性 氧化压力失控会干扰许多重要的细胞作用 也是造成许多不健康状态的一个因素 抗氧化剂是能够中和游离基的分子 因此可让身体的氧化压力受到控制 您可以通过健康的营养获得许多抗氧化剂 甚至通过营养补充获得更多 而且细胞可以自行制造抗氧化剂 USANA申请专利中含有 Inceligence副方的细胞基本营养素 能优化身体产生抗氧化剂的天然能力 在Inceligence副方的许多功能中 其中一个是针对称为转入蛋白质的NRF2 NRF2一旦被激活就能进入细胞核的深处 内置在人类DNA的指令 人让人体创造生命所需的千百万个生物分子 NRF2和遗传基因结合 启动转入作用 力激活的DNA产生RNA RNA转而组成非常强大的抗氧化酶 像骨光钢钛过氧化酶 过氧化氢酶 和超氧化物其化酶 这些抗氧化战士 接着便加入对抗游离机的战斗 每一个抗氧化酶都能综合成千上万的游离机 使用Inceligence 您就能优化自己身体最有力的一种防卫方法 使它能自我保护 体内产生的抗氧化剂 能提升无与伦比的对抗氧化压力的保护作用